哈喽同学们今天能教大家画一个风竹 在刻画它竹竿的时候注意它们之间的一个长短的变化 以及前后的这种交用关系 在它的节处刻画出它的小分支 在刻画这个小分支的时候注意了 趋势一定要明显 而且在画竹叶的时候 整体的趋势应该是相同的 这样的话被风吹拂的感觉才有 添加上两个小燕子画面就算是完成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